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学家们定义动物界的特征之一就是拥有神经系统 一个有神经系统的生物早就被毫不犹豫的归到了动物里面去了 你说植物有没有神经调节呢 那也就是说电信号交流和植物没什么关系咯 我仿佛能看到你们在屏幕前欢乐的点头 naive 其实植物界还是有那么一些开挂的存在的 虽然没有神经系统 但是电偶尔也是可以玩一玩的 那个植物中的重口味之王 不饮草就是一个会利用电信号调节的奇葩 你想啊要是用激素调节 它那合上叶子的速度可能比水塔还慢了 哪里还能有肉吃呢 对不对 让我们呢对这万里挑一的奇葩表示一秒钟的敬意 然后呢开始讲一讲激素调节了 其实植物的激素调节和动物呢是有非常本质的区别的 动物的激素呢是由线体里的特化细胞分泌的 而植物并没有线 这个时候一群高贵优雅的俯国人就看不下去了 他们说植物连线都没有 怎么能有激素呢 于是本着对科学严谨的态度 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植物激素称为植物生长调剂的国家 哎呀我的内心OS是 啊是是是是 我们主要聊的植物激素呢是生长素 生长素的化学本质呢是银朵乙酸 也就是IAA 幼嫩的芽 叶和发育中的种子都会产生生长素 生长素呢以主动运输的形式 分布在植物生长旺盛的部位 生长素通过促进细胞纵向伸长而生长 哎呀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啊 主要的原理呢就是生长素会使细胞壁变得松弛 然后呢水渗透进细胞之后细胞内压强增大 细胞壁就被拉伸了细胞也就变大了 最初发现这种植物激素的 是存在感满满的达尔文老头子 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实验啊 发现呢配牙翘在受到格色光照射时候呢 弯向光源生长 如果切去配牙翘的尖端 配牙翘呢就不生长 也不弯曲 如果呢将配牙翘的尖端呢用一个稀薄小帽照起来 配牙翘呢则直立生长 如果单侧光只照射配牙翘的尖端 配牙翘仍然弯向光源生长 综合以上打老头子推想啊 配牙翘的尖端可能会产生某种物质 这种物质在单侧光的照射下 对配牙翘下面的部分会产生某种影响 来来来总结一下啊 配牙翘中感光部位是尖端 生长部位是尖端下部 生长素合成部位是尖端 作用部位是尖端下部 这个实验后来也是被各路神仙不断的重复和改良啊 其中大家特别爱用穷枝片当道具 穷枝片呢实在是个好东西 因为它比较松软 生长素呢能够通过 而云母片啊玻璃片啊里面是没有办法通过生长素的 当然对于一个资深吃货和厨艺大师来说呢 穷枝还有别的用处 做布丁啊木丝啊果冻啊都会用到 这个玩意儿呢一加热就能融化为胶质 熊孩子闲着蛋疼呢也可以买一两片来玩一玩 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那我们来做到提示试啊 切去胚牙翘尖端后呢在切面上呢放置穷枝片 在穷枝片上面再放上胚牙翘尖端 会观察到什么现象呢 前面说了啊生长素呢可以通过穷枝片 所以胚牙翘呢还是会向光源弯曲生长 换作云母片玻璃片什么的可就不行了 后来人们发现呢生长素可以被横向运输 在单侧光刺际下呢在胚牙翘尖端 由向光侧运输到背光侧 生长素运输到背光侧 背光侧呢就长得快长得长 向光侧呢长得慢 看起来植物呢就是向向光侧弯曲了 这就是为什么植物具有向光性 你看大自然的洪荒之力多么的伟大 意味着凭点 看起来 y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